梦想,每个人都有梦想 有谁的梦想是简单的呢? 比如说我吧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透过影片来影响更多的人 可是容易吗? 一个人收拾资料,整理资料,写好了稿,录好音,简介,发布 有时观看率还少得可怜 我的意思是,不是每个影片都会给我 蒙读财团分析的影片的成绩 可是我却要做到100%最好的影片来分享给大家 我不是为了娱乐而制作影片 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这部影片想要讨论的 不然又有人想要吐槽我了 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是 一个巨星的诞生,A Star is Bond 话说刚开始我并没有看好这部片子 因为就觉得应该很无聊 可是一个朋友一直向我推荐这部片 还说他的女朋友看戏整个过程哭了四次 他女朋友酷点不是很低 就让我开始对这部片子有兴趣了 就在上瘾的第一天就去看 果然不让我失望 应该说其实每一部电影对我来说都是好看 只是值不值得看 我只能说这部电影值得 故事一开始讲述男主人Jackson 是一个别人眼里成功的歌手 可是舞台背后却必须不用毒品才能够表演 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我们的女主 Elly 在酒吧里看着Elly的表演 被她的声音给吸引了 过后Elly因为有人 过来反Jackson就出所打人 两人跑到一所超市就开始交流 Elly就随心地唱起自己写的歌 也就是预告片出现的Shallow TELL ME SOMETHING BOY ARN'T YOU TIRED TRYNA FILL THAT VOID OR DO YOU NEED MORE 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 CORE 各位Jackson因为被她的歌曲给打动 于是邀请Elly来她的演唱会表演 也因此两人合作了好几场演唱会 周围有经纪公司看上Elly这个人才 并且签下她 看似以为一个成功故事的开始 却不知道这是一个剧情结束的开始 讲真的 在看登月第一人和这部戏的时候 为了能让我的记忆还保留久一点 我竟然在戏里面做笔记 真的人生第一次在戏院做笔记 然而看这部戏的时候 我几乎看到忘了写笔记 几乎每一幕每一秒都有戏 当Elly第一次上台唱歌的时候 我几乎哭了 可是哭点在哪 你知道吗 这故事才刚开始 我们才刚要认识男女主角 可是Lady Gaga饰演的Elly 一开口飙高音的时候 我的眼泪真的在眼睛打滚了 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张力吗 淡淡歌曲淡淡表演 真的可以就感动人了 不愧是大神遇见大神的作品 我说大神不是那个大神 这部电影最让我感兴趣的是 她竟然在中间的时候 用画面带过他们经历过许多长的演唱会 加上他们的歌 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让我觉得我在看纪录片 某个首的纪录片 真的会让我感觉 Jackson和Elly 真正实实的经历了这些演唱会 并且一起见证着他们的旅程 而Star Expound这个标题也是很有意思 第一 最表明的就是Elly 从无人所知的酒吧歌手 开始慢慢的被摘拍 成为一个巨星的过程 另一个 你也可以说我脑洞 毕竟我真的是脑洞 才开始做类型的影片嘛 就是指Jackson Jackson这个巨星 映着Elly的成长 自己的光开始剥落了 从非常风光风采的时候 到无人理睬 还有是仅然在Crammy Award的时候 竟然可能要开始模糊了 跌倒在舞台楼梯 也没人注意 因为全部人的眼光都开始注重在Elly了 可是当Jackson走到舞台中间 开始小便的时候 现场才开始注意他 就在过后 他也提不过内疚 低潮 终于在车库里 自杀了 从舞台上最亮的一颗星 成为夜空中最亮的一颗星 到最后 当Elly唱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唱到最后一个Cross的时候 竟然剪到Jackson弹着钢琴 唱着这首歌的场景 虽然单听歌曲 明白了吗 就是那种感觉 可是在电影里 这种感觉就是心痛的感觉 此时此刻 全部人看到的就是舞台上 依然风光的Elly 可是Elly脑海里 依然还是那歌声好听的Jackson 依然还是他们两人高兴的时光 依然还是他们两人一起唱歌的时光 然后这些时光这些故事 却没人知道 就只有Elly知道 有时候许多表演者 歌手演员 甚至现在的网红YouTuber 我们看到了就只有他们表面的表演 可是真的我们不知道 鬼知道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2018年 在马来西亚的网络圈子 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甚至还制作了一个影片来回应 可是过了不久 又在另一个风波发生 2018年 网民到底成为什么怪物 许多人 好像有了一台手机 有了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帐号 就是有资格的法官 开始审判许许多多的人 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你们的举动 正在推着现实中的一个创作者 走向Jackson 在戏里的结局 你们随时都是杀手 键盘杀手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下部影片见 接下来我应该会好一段时间 不会更新 很多鬼想法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就是我频道的目的 记得subscribe分享 谢谢收看